11月9日,星期五,大市進一步下調 因為昨天美股又再跌,而且是全日最低收市 早段行刺低至133點,已經是21,433 即是技術上,在開市時已經跌穿了11月1日的低位 21,506點 之後有少許技術上的反彈 輕輕將跌幅收窄至21,525點 但沒用,在沽額主導下,市場又再向下走 日中低位是21,330點 收市時間是21,384點 比昨天跌了182點 成交金碼沒有特別,576億 技術上,由於今天跌一跌,已經跌了1日的低位 即是暫時的市場 是由2日的高位,22,150 跌到今天9日的低位,21,330點 波幅是輕輕擴闊到820點 那就遲樣些 不過,可能還是未夠 簡單來說 如果指數暫時沒有辦法 回到10天線的話 可能比較低的指數還在後面 大家先做好心理準備 不過我要說明,這是正常的調整 不是新的跌浪的開始 這是很大的分別 事實上經過3,074點的上升 即是由9月6日的19,076 到今月2日的22,150點 累積的升幅已經相當多了 何時會有調整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細心觀察 你會發覺到 而在形態略為轉弱了 因為上星期五的高開 是有一個上升而後敗了 但在星期一、星期二已經被回補了 如果市場強 買本是夠強的 怎會這麼容易 即刻回補呢 即是說,買本在高台已經卻步了 保守了 也不允許了 令到上升而後在高台已經被回補了 這個已經顯示了大市的升浪 技術上的力度已經開始放慢 之後,美股突然跌300點 老實說,港股也很難復善其身 順勢回吐 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 升了3,074點 假設有正常的調整 我當你回吐3分1好嗎 即是說,市場是有機會見到21,124點 如果以今個月的高位22,150點來計 我當你今個月跌回1,000點波幅 剛剛好 亦都是21,120點坐的水平 不理你調整多少 或者波幅要麼是多少 這只是一個技術上的估計 即是跟大家說 暫時市場可能會進一步 找今個月的低位 早兩天已經跟大家說了 如果九月份 或者是兩萬樓下坐的水平 沒有入市的話 看看高一點 市場飄到22,000點 老實說 如果能夠等的話 我都認為是先等等 因為事實上來說 大市一旦是要調整的話 如果我要買的 我為何不低點買呢 況且 就算以一個中線的心態 老實說 如果真的買少許的 我就沒有意見 但如果你資金得一住 你在22,200點坐水平買了的話 現在的心 一定不舒服 十五十六 怕就肯定不用怕 但是問題 買完即跌 誰都不想 不過 看回整個大市 其實沽壓真的不太重 因為有幾個基本因素 到現在為止沒有變 包括大市的資金流 仍然很強 即是錢仍然很多 這是事實來的 利息更加是處於一個歷史低位 這個不需要我和大家解釋 那麼 基金是怎樣看呢 其實來說 很多過去比較保守的基金 在九月開波 已經慢慢慢慢入市吸納 越升 他們就越要增持 因為如果到年底 你不作增持的話 基金組合會跑數大時 當然知道 來到現在的一刻 升了八個星期 就算要增持 就等我先調一調 他還是要增持 我斷估他 也不會說九月十月 買完貨現在就離開 因為 就算現在看淡 都只不過是因為 美國的財政懸崖事件 這件事件 不是金融海嘯事件 大家搞清楚 只要兩黨通過協商 有一個尋求解決的方法 其實已經可以釋除市場的疑惑 不過 美股亦如是 由六月四日的低位 一萬二千零三十五點 升到上去 十月五日的高位 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二 已經升到一千六百二十七點 既然高台開始整固 那已經留下一個伏線 就是隨時會套 不過是等待藉口 好了 奧巴馬總統連任 頂了那麼久 就不能休息 市場就說 財政懸崖未清楚 其實這些 只不過是一個藉口 但是 不幸的就是 道徑斯指數 導致已經跌穿了一度短期的上升軌 所以形態 是有機會進一步下市 一萬二千五座的水平 這也是一個正常的調整 沒有大不了 因為始終 我自己覺得 量化貨幣的政策沒有變 息口仍然這麼低 還有 歐債只要不突然變壞 龐大避險的資金 開始翻出來 這對後一個階段的市 進一步組織一個新的升浪 提供了一個很有利的平台 好了 講到這裏 大家可以審慎少少 無相關 不過 如果市場再下多少 如果收入上沒有貨的話 可以儘量去買 仍然都是以內銀 內險股為首選 至於香港傳統的南籌地產股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不介意股價大 其實是可以買的了 樓價始終還是高期 不知道你們看快點